那我们现在看诗篇85篇 诗篇85篇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 这是可拉的后裔 诗篇大部分都是大卫写的 那诗篇85篇是另外一位作者受盛名感动写的 诗篇85篇说可拉的后裔教育领长 那第一节说 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生救回贝鲁的雅各 第二节说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 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 第三节说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忙的怒气 那到第四节他就说 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所以我们看这里面有一个顺序 顺序就是作者用前面三节经文 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 讲了神以前做的事情 讲了神以前做的事情 神以前做什么事情 他向他的弟诗人 他救回了贝鲁的雅各 他赦免了他百姓的罪孽 他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 他收转了他所发的愤怒和猛烈的怒气 前面耶和华神做这些事情 后面作者就在身边求 说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叫你的脑恨向我们止息 然后他也跟神有这样的发问说 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 你要将你的怒气沿流到万代吗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了一下英文圣经 所以我们看在旧约里面更明显的这个事态 所以在新约里面 在中文里面 我们看到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弟诗人 我们把已经改成你曾经 你已经不够准确 那你曾经 就是你以前你向帝诗人 你以前你救你的百姓 从贝鲁之地归回 你以前你赦免了他们的罪孽 你以前你遮盖他们的过犯 你以前收穿了所发的愤怒 你以前你收回了你猛烈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特别潜到这个呢 因为我想跟弟兄姐妹讲一些事情 或许有一些弟兄姐妹正在经历这样的事情 你们还记得吗 最近有一个孩子的妈妈找到我 说牧师啊 你要给我说法 六年了我们信上帝 六年了我们祷告 六年了我们超圣经 六年了我们读圣经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还没有好 不但没有好 更严重了 所以我就跟这个妈妈 我讲了很多 我就跟这个妈妈讲了很多 那我跟这个妈妈讲了很多 那我在跟这个妈妈讲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引导她 让她看到 不是现在她的孩子没有好 我要引导她看到 一路上上帝给这个孩子 给这家很多很多的恩典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原因很简单 当一个人来质问牧师为什么的时候 是这个人还信 但是已经要不信 事实上他们家 他现在是唯一一个还相信的人 另外的人不信 虽然他信 但是他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 所以他 他在问我 我不需要责备他 我需要的是 重新建立他的信心 可是我怎么建立他的信心 现在说的事情看起来都不好 没有错 现在说的事情看起来都不好 可是有一件事情 作者是这样的 我也是这样的 作者是这样认为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作者是这样想的 我也想想的 就是以前神有没有帮助过你 以前帮助你的神 以后还会帮助你 我再说 以前帮助你的神 以后神还会帮助你 因为以前的神帮助过我 我相信以后他还会帮助我 虽然现在我看不到神的帮助 但是我不会放弃 如果你恰好打字 方便 你就打字 以前帮助的神 以后还会帮助我 因为以前神帮助我 虽然我现在看不到帮助 我不会放弃 因为我相信神会帮助我 我希望这段字 有人打好了 另外的人可以拷贝 发到朋友圈里面去 这是我们的信仰 这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信的神是一位活的神 我们信的神不是因为死的神 我们信的神是一位 息在今在永在的神 不是 昨天他好像这个人 给我做了顿饭 然后这个人死了 今天我想吃饭 没饭了 不是的 昨天给我做饭的神 今天还会给我做饭 昨天照顾我的人 今天还会照顾我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就特别的想 就着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跟弟兄姐妹做一些分享 我在这里面 我鼓励弟兄 我鼓励姐妹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 你现在正在经历很大的难处 我知道 我们教会 有一些家长朋友 今年孩子升学 大连的教育政策 改了一塌糊涂 改了一塌糊涂 所以很多孩子 都没有去到理想的学校 那没有去到理想学校 我们就要想一些补救措施 可这个补救措施 也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家长就很难说 哎呀孩子 如果在这样的学校 这三年可能这个耽误了 我自己我非常清楚 梦母三千 为什么梦母三千 因为孩子小的时候 自制力不强 孩子小的时候 很容易被影响 如果一个地方环境好 大家都爱学习 孩子也会跟着一起歇训 如果一个地方环境不好 学风不正 大家玩儿孩子跟着玩儿 这三天就废掉了 所以我非常支持这个家长 给孩子换学校 我非常支持 我也未见性祷告 我也做我能做的事情 但是好像看起来 目前没有什么明显的结果 但是我没有放弃 因为我在过去很多年 每一年在升学的时候 小学的也好 初中的也好 高中的也好 都有家长找到我 说要调学好的事情 那我并不是什么名人 我在大连也不是什么官 但是我就是祷告 祷告的时候 神就是感动我 让我相接人 那我就找这些人 这些人就是愿意帮忙 最后这些孩子都去到 林响的学校 我不感谢这些帮助我的人 我感谢帮助我的神 因为我一不是官 俺不是有钱的人 没有人 没有义务帮我 没有人 没有责任帮我 他们帮我 百分之百是上帝感动他们帮我 所以以前帮我的神 现在还会帮助我 以前帮我的人 现在不一定帮助我 但是以前帮助我的神 现在还会帮助我 所以我不感谢那些人 我只感谢帮我的神 所以那些人可能还能帮我 感谢上帝 那些人可能不帮我 没有关系 上帝会给我新的人 新的朋友 新的连接 让我把这件事做成 因为圣经说 你如果有信息 好像芥菜种那么小 你就对这个山说 你移到海里去 山自己就移到海里去 听起来有点像胡扯 怎么可能 中国只有愚公愚山 而且是子又生子 子又生孙 子子孙孙无穷愧 才把山移走的 如果你真看了愚公愚山 你会发现 不是子又生子 子又生孙 孙众又生子 子子孙孙无穷愧眼 是他的这种信心 感动了上天 上天派了两个天使 把这个山给挪开 所以在中国的古籍里面 和在圣经的记载里面 是并不矛盾的 当你有信心的时候 你对着这个山 说你就移到海里 这个山自己叫移到海里 所以今天 我鼓励那一个 想给孩子转学的家长 就是在神面前祷告 把孩子交在神的手里 就是在神面前祷告 把需要交在神的手里 就是在神面前祷告 我们就相信 神能给我们一个机会 神能给我们开一个门 而这个机会是别人没有的 而这个门是没有人管的 孩子想去的需要 一定能去找 我奉主的名 我这样讲 所以同样 回到那一个家庭 那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这一路你经历了神 你这一路你经历了神 你可以去回头看一看 所以这两天 我再跟这个妈妈在聊天的时候 这个妈妈的口气也变了 讲话内容也变了 她自己也承认 像她孩子这种情况的 早就没了 但是他们的孩子已经跑了五年 她说跑了五年 跑了五年虽然很辛苦 但是真的这五年 是有很多神迹伴随的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跟弟兄 我想跟姐妹说 她五年跑得还不够好 原因很简单 第一 第一 我不是说她一家 我是说很多九徒 甚至包括我自己 我们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圣经书的 以别神代替耶华 她的炒股必夹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我是一个牧师 我还是一个挺有事业性的牧师 我不单单是牧师 我还是要把教会搞得好 所以很自然 我每一天祷告 你不祷告 我祷告 你祷告的时间 我祷告的时间长 我每天祷告 主啊祝福我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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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教会人很多 让我教会很复兴 让我教会很热闹 让我教会很好 让我教会很精彩 让我教会很热闹 让我教会很信任 让我教会无论在哪里都繁荣常盛 没有错 这样的祷告很好 但是问题是 我们真正信神的人 我们的忠心应该是上帝自己 而不是另外其他事情 即便他再好 也没有关系 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有很多人为他的婚姻祷告 他太把婚姻当回事了 婚姻好的时候 哎呀感谢神 婚姻不好的时候就怀疑 是不是上帝不爱我 是不是上帝不听我祷告 有的人把工作才当回事了 每一天为工作祷告 工作上去顺利了 哎呀感谢神 工作不顺利了就开始怀疑神 有很多把生意才当回事了 哇现在挣钱了 感谢主 现在不挣钱了 哎呀就没有信心了 真正信神的人 就是相信神掌权 真正信神的人 就是相信一切在神的手里 所以婚姻好不好 没有关系 交在神手里 工作好不好 没有关系 交在神的手里 生意好不好 没有关系 交在神的手里 我每一天我敬拜神 我赞美神 我以神为乐 我不但以神为乐 我还照着神的话去做 当你以神为乐 你就放松下来 当你照着神的话去做 事情就简单了 很多的时候 我们还是自己忠心 还是以自己的想法为主 还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束缚上帝 要求上帝 而上帝恰恰是上帝 他不会被我们束缚 更不会被我们要求 上帝只会按照他的意思 做成他自己的事情 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 完成我们的心愿 所以今天我们所有信神的 我们必须先签在神面前 承认神的主权 孩子医治了感谢主 孩子不医治 我还是感谢主 我还是赞美主 我还是把自己献给主 如果大家读过约伯记 都清楚 一夜之间牛驴没了 一夜之间家产没了 一夜之间孩子没有了 甚至最后 连自己的老婆都不认自己了 但是约伯说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民心当成松的 约伯非常进入 这些都是神的 神给我 我感谢神 神拿走 我还是感谢神 神就罪他 所以当这些事件都过去以后 约伯得到了更多的祝福 更多的家产 更好的老婆 生出更好的孩子 好像昨天 孙琳姐妹也讲到这一块 说约伯的孩子 后面的孩子 比前面的孩子更好 所以今天同样的 我跟你讲 我说这话 都会被听的人拿死砸的 就是今天很多人对我不安意 很多人离开这个教会 我还是喜乐的赞美神 我还是喜乐的感谢神 而且我带着盼望 这帮人走了 没关系 上帝还会带一些人来的 因为神要建立教会 这是神的旨意 他拆散了 他也会重建 所以未来的同工会更好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当我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当我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 现在的同工也不会走 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同工 真的是特别特别让我感动 周六周日 孙林他们送我们 周一到每个周末补课的 这个托管班的孩子 one hour each week的孩子 去沈阳上学 然后在他们出发前 礼拜五冒着大雨 还替我接待客人 我私人的事情 不是工家的事情 不是教会的事情 是我个人的事情 替我接待客人 礼拜六礼拜天 上沈阳 去送学生上大学 然后紧接着礼拜一回来休息一下 礼拜二又去探访 礼拜二去探访 一些正在经历艰难的兄弟姐妹 所以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感恩 就是说大连的事情 我现在连一个指头都碰不上 不是我不碰 是我碰不上 但是我们的同工 把大连的事情做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自己我在想 主啊 我就是感谢神 主啊 我就是为你而活 因为你把我放在大连的时候 我在那里敬拜你 你把我带走大连 我也敬拜你 而至于那些人 那些事 我就交在你的手里 你就会做成你自己的功 所以今天 我就想这位妈妈 前面那五年跑的 跑的一个不对的地方 跑的一个不对的地方 就是 虽然也信主 虽然也求主 但生命的中心还没有以神为中心 如果真正以神为中心 就真的这些事情能办一点 我不说你完全能放下 但至少这些事情不会影响到 一会儿信一会儿不信 那我也借着这样的事情 我鼓励我们的弟兄 我鼓励我们的姐妹 无论现在是什么情况 无论现在你的情况是很顺 还是很水腻 真的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就住在地上 以神的信实为良 就是感谢神 就是相拥在神手里 就是相信 即便所有的路都封住了 神还会再给我单独开掉 我们不会走下去的 我们第一不会无路可走 因为他自己说他就是道路 第二我们不会没饭吃 因为神说他是我们生命的量 所以今天真正的基督徒 在大灾大难面前 在巨大的压力 巨大的挑战 巨大的这种对抗的面前 我们是没有任何担心 没有任何害怕的 因为我们是活在基督里的人 所以我自己 我相信 借着我们弟兄姐妹的祷告 借着我跟这位妈妈的劝勉 我相信这位妈妈 她自己已经脱胎换骨了 以前也信主 但是重点还是自己的孩子 以前也信主 重点是孩子赶紧被神医治吧 但是现在孩子不重要了 交在神手里 神才最重要 阿们 一定不要让我们生命有假神 现在是一个假神坍塌的时代 什么叫假神坍塌 你像那些有一些基督徒 为什么他们其实信的不好 被请了各个教会做见证的 不是他们信的不好 是人家别的好 人家事业成功 人家这个好 人家那个好 这一次疫情 哪有几个事业成功的 很多大企业说倒就倒了 所以今天 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时候 我们还能靠着恩典活着 这个才是真的有神与同在的记号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不是反对 我不是反对这个外在成功 我只想说外在成功 如果神给我们 我们也接着 如果神不给我们 我们也不缺什么 因为我们有神的人 还有什么是我们特别渴望的呢 今天我自己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其实这个世界好多问题 本质上就是因为我们心里没有神 心里没有爱 就像最近我在处理青少年问题 也是一样 那些早恋的 那些网瘾的 看起来问题不一样 但背后的根是一样的 都是内心缺少爱 内心没有信仰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鼓励弟兄 我想鼓励姐妹的事情就是 一定要让神成为你的神 一定要让神住在你生命当中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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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切的事情都交在神的手里 好与不好 都没有关系 就是神好 但我们不断地敬拜神 不断地赞美神 不断地感谢神 神所赐下的绝对是好的 圣经说 你们不好 都知道拿好东西 给儿女 更况天赋其不怕 更好东西给 我今天举的两个例子 都是做家长的例子 一个是孩子生病 一个是孩子要转学 不管是哪一个 你看看 父母比孩子还伤心 父母比孩子还卖命 甚至这个生病的家庭说 宁可我死了 能救孩子也OK 所以有一段时间 把自己身体搞得好不好 很不好 为什么 因为没白天没害意地 找我孩子 所以最近我一直跟他讲 我说就像我做牧师一样 一定要做得自私一点 我说你做家长也是一样 先把自己搞好 自己搞得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 我说孩子也不傻 看到你看不到健康 你说他哪有活下去的动力和勇气 你把自己搞得好 孩子也不傻 孩子看到自己的爸爸健康 孩子看到自己的妈妈健康 孩子也想健康 爸爸在吃药 妈妈在加针 我也要吃药 我也要加针 所以爸爸也不吃药 妈妈也不扎针 把药和针全用到孩子身上 孩子是抗拒 特别是中医 你必须再带着相信去用针 带着相信去用药 所以这个家长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前面虽然也信神 但是忠心不是神 是他们所关心的 所求的 那第二个 以前用的东西是西医 我自己我是公开排斥西医 我自己是公开排斥西医的 我自己我常常讲癌症肿瘤慢性病 西医根本不行 西医根本不行 因为它只有抗生素 它只有激素 它只有放疗化疗 这些都是对身体带来伤害的 你身体本来就不好 还伤害身体 虽然把病症暂时消掉了 但早晚会来 这个这个出来混 早晚要还的 所以最后身体很容易就垮掉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是强烈鼓励中医的 而且事实上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大病 你不要说牧师 你肯定是想赚我们钱 你有大病 真的不用花钱 刷你牧师的脸 治疗费全灭 我不知道这个孙林 在不在线上 我不知道孙林 在不在线上 那师母的 师母的爸爸 在2017年年底 2017年底 被确诊是肺癌 去沈阳 去北京 在大连 去签查 都是一样的肺癌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家里人犹豫不决 用西医 那就是手术方的化疗 但是70多岁的老人 上了手术台 能不能下来 不一定 用中医 那就连钱都不用花 我们就到沈阳吃药就好了 所以我们 就finally 家里面决定用中药 那2018年 一整年过去了 2019年 一整年过去了 现在2020年 也快过去了 前几天 老人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检查 加强吸涕 整个肺子 什么都没有 整个肺子 什么都以前 什么这个点 那个power 这个什么都没有 完全好了 完全好了 所以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想 如果弟兄姐妹感兴趣 我就 你就跟我 私信联系 我的微信是51738803 我把17年的片子 我把18年的片子 19年的片子 我把2020年的片子 发给你们 你们看 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想 对于那个妈妈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 用中医中药了 感谢主 为什么他们用中医中药了 因为西医 他妈的不负责任 少流氓 治不了了 不治了 把他们推出来了 西医不管了 西医不管了 还记得 这个礼拜天 我能讲到吗 因为大臣也不信耶稣 可是他不信也不行 他儿子要死了 虽然他们都不信耶稣 但是死马当活马医吧 虽然他们都不信耶稣 最后一根救命道草吧 来吧 来就对了 而且我特别鼓励 我苏翰基的这两个同工 我说 我们不怕别人现在不找我们 我们坐等他走投无路来找我们 我们就这个本事 你这个孩子已经出了问题 已经考不上大学了 你这个孩子已经出了问题 你这个学校成立一塌糊涂 我都有补救措施 你的身体已经一塌糊涂 西医治不了你了 一般的终于治不了你了 我们还能治你 为什么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今天 我盼望 我盼望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我们想一想 以前神在我们生命中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想一想 以前神在我们教会做了什么事情 你就知道 现在神还能做同样的事情 你就知道将来神还要做更大的事情 因为神自己说 后面的荣耀要大过前的荣耀 所以今天早晨 我们就看这三节经文 十篇八十五篇 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 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 没有什么新鲜的 诗人就是在那里 陈述一下 神以前做了什么事情 神以前做了什么事情 神以前做的事情 神现在还会做 神以前做的事情 神又还会做 所以这个时候 信主时间长的弟兄 信主时间长的姐妹 你们又服了 你们信主时间长 你们经历的神的恩典就多 所以今天早晨 等一会儿 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花一点时间 数算神的恩典 数算神的恩典 过去神做了什么事情 过去你经历了什么事情 过去神在你生命中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一样一样的把它数算出来 甚至我都鼓励你写些文字 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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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做见证 发到朋友圈也好 发到教会的圈也好 来为主做见证 来为主做见证 来为主人 你会说 哎呀我现在都不好 状态不好 我写这个 我写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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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有谁会看呢 但是我告诉你 当你把这个见证洗完以后 第一个被鼓励的 第一个被祝福就是你自己 你就会好了 然后你这个见证 发到朋友圈也好 你的见证发到群里也好 别人看到 别人会被鼓励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神愿意他的荣耀 掌显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赞美主 我们为什么要为主做见证 这些这些这些东西 当被传开的时候 会有更强烈神的同代 会有更强烈神的同代 所以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说 信了主偷偷摸摸的 信了主经历什么也不去讲 当然另外一个极端 我也反对 乱讲 没发生的事情也讲 所以我我我一直鼓励 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是 我们讲故事 但是我们不编故事 我们讲故事 真实的发生 我就真实的说出来 我们讲故事 但是我们不编故事 所以两个极端 在我们教会不会发生 没有的事情我们不去讲 但是有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讲 神的荣耀 一定要被释放出来 神的荣耀被释放出来 神的名被传开 会有更大的神迹发生 会有更大的能力彰显 会有更强烈的 神的同在的领导 因为神愿意 让我们做他的见证人 而不是仅仅被他怜悯 好死来活着的 所以今天 我鼓励弟兄姐妹 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等会儿 我放赞美式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祷告中 我们数算神能力 我们数算神能力 我们为这些过去神 在我们生死的事情 向神去感恩 我们归荣耀给神 第二件事情 从现在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到礼拜天 四天的时间 我希望你写一段文字 写一个见证 至少写一个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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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发到朋友圈 发到一些群里 因为你不知道 有什么人 正在经历什么样的艰难 刚好你以前经历的事情 和他现在经历的事情相似 他看到了见证 他就被鼓励 他就可能信心 再次被激励起来 就好像那个妈妈 快不信了 找我讨个说法 我跟他聊一聊 回顾一下过去 他重新有了信息 所以今天你的故事 我不知道会祝福多少人 但是我祷告 首先你自己要被祝福 讲到这个时候 特别想起了红雷 有一年我们去黑龙江议诊 我们去黑龙江议诊 所有去的都是年轻人 这个红雷不是年轻人 因为他跟我年纪差不多 是中老年 红雷为什么想去呢 是因为他自己身体不好 想去那儿 这个借着医诊 自己也能得医治 可是很有意思的是 其实我们去医诊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都是干活 我们基本没有机会去看大夫 也没有机会被大夫看病 而且很不静的是 红雷的腿有一点 这个类似这种风湿 这种反正这个骨 这个气血不顺着 腿有点疼 刚好我们坐欧布去的时候 他又是最上坡 最上坡 你们坐过火车都知道 最上坡就是对着那个风口 哇那个是很痛苦的 本来就腿就凉寒 这对着风口 但是那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 神就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他就相信神会医治他 所以他也没有跟别人讲 他也没有换 他也没有换 换个中部或换下部 事实上就是 就在那一天晚上 就在火车上 牧师也不在身边 他就自己跟神祷告 他就得了医治 到了黑龙江 本来他加入我们 混在我们队伍里面 是想到黑龙江 捞个看病的机会 已经不需要了 还没能见到大夫 他自己病已经好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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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我刚才鼓励大家 写见证的时候 我就想起洪雷这个见证 所以洪雷回来 就给我用纸写了一个见证 我记得我手机上 还有这个见证的截图 所以今天我在想 我在想 我在想 上帝一定是要 借着今天早晨 这段经文对我们当中 很多人说话 然后透过你们的见证 对更多人的说话 神的名一定要传开 这是一个 不是不信上帝的时候 这是一个 更信上帝的时候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我们一起祷告 赞美主 哈利路亚 谢谢你主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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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